把握十四五纪遇 融入双循环格局 国家十四五规划讲座 前些年 香港社会陷入无休止的政治争傲 内耗不断 香港因此错失了不少的机遇 蹉跎了许多岁月 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都告诉我 他们倍感痛惜 在经历了修理风波的黑暗时刻之后 大家都已经深刻的体会到 没有国家安全 就没有香港安全 没有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 就没有香港长治久安的保障 没有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 就没有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的基础和条件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和选举制度的完善 恢复了香港的稳定 完善了香港的法治 确保了香港居民和所有 在香港的各国人士的正当合法权益 使一国两制得以行稳致远 良好局面来之不易 苏州过后无挺搭 当下香港需要的是尽快 形成 聚精会城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社会共识 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实现自身更快 更大 更好的发展 是香港的必由之路